我們自己有做一個小project 然後就是想要解決比較一個很特別的議題 有點是用作是社交的一個project 然後主要想要解決的如果是跟社會有關的話 可能會比較偏霸凌 就是現在所有的社交媒體 抱歉,保護80 對,社交媒體現在比較多promote的都是臉 然後filter 大家在網路上呈現自己的樣子 女生一定要漂亮,要秀,要什麼 但其實這個會引發很多議題 我自己是女生就知道說 Instagram上的東西我自己po的都是假的 所以其實我們想要如果是社會層面的話 想要解決的一個是 有點像self-esteem 就是說其實我都知道自己po出去的東西 可能我本人不是那麼好看 可是我po上去然後很多人like很多 所以我就得一直去有點像惡性循環 那現在所有的社交媒體都是這樣 Instagram、TikTok、Snapchat 其實全部都是這樣子 那這是第一個我們想要改變的 因為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訪問很多年輕人 其實他們都有這樣的困擾 然後大家很depressed 因為你永遠比不上 那個跟你一樣18歲 但是比你有錢、比你漂亮的人 可是那個可能是假的 所以這是第一個我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然後第二個就是霸凌這件事情 因為這一切都很外表 然後很虛幻 然後因為在網路上講話 可以有假帳號 所以霸凌這件事情 就大家都不用負責任 所以我們有一個這個 一個one pager 有沒有想到 一個一個one pager 然後給這個想要 想要有空可以再看詩一點 就是我們的這個project叫Zima 然後想要promote的是真實的社交 然後這個社交它不是像現在的social app 大部分都是約會oriented 都是for dating 你們也還是約會 不是那種約會 可是那個約會 它不一定要是約會 我們的app 你也是可以選 你想要找mentor 比如說我們現在創業 我們不想要找約會的 我們想要找mentor 或是我們想要找合作夥伴 那現在沒有一個比較有效率的平台 可以做到這個事情 所以我們就開始 我們大概是今年3月的時候 開始做這個東西 然後預計9月testnet 就可以讓新團好好試試看 然後完整的app 完整上限 大家可以download 應該是11月中 這個470k是怎麼算的 是我們的那個TA是20到34歲 如果是台灣的話 那我們去看了那個 應該是主計處的資料 20到34歲是470萬人 然後我們就先target10% OK 直接抽這個 10個人就抽11歲 10個人就來一個人 對啊 因為20到34歲 對 所以是先這樣target 希望是這樣 這個感覺跟OKCupid有點像 只是好像不是約會用的OKCupid 對 就是Purposely 然後跟 比較跟OKCupid不一樣的是 我們有社群的部分 就是因為 我們的機制是這樣 就是你在這裡 然後打開我們的app 你目前就只能看到 在這個小範圍裡的人 我也聽懂 對對對 所以 那你要看到別人的話 你要先po東西 就是你要讓大家知道說 你現在想什麼 就是你得po隨便 隨便要說什麼 都可以 可以一句話 我想聊天 不是我先後聊 我拍電子杯水 所以就是這樣 那這個機制的好處 剛剛講的那個 比較不會被霸凌的原因 是因為 其實大家 因為你就知道 那個人就在附近 所以 你不會敢 就是 就是攻擊他 因為在網路上 Instagram 每個人都可以好幾個小帳號 那你去隨便亂講話 其實沒有任何的concept 可是在這個上面 我們是最方手機 所以 除非你有十個手機 最喜歡別的手機 不過那些很會玩包層夢的 他手機 對 沒錯 沒錯 然後再一個 因為是地理位置 小範圍 所以 如果就人性上 應該是比較不敢 在你知道這個人在很靠近你的地方 然後你比較不會敢在網路上 去講比較那麼負面的話 對 即使你要攻擊他的外表 或是攻擊他的拍照片 那 這是一個 那再一個是 因為我們想要promote的是真人的見面 就是我們的app 你只能在上面 你要是跟別人contact 你只能聊五分鐘 你這五分鐘內 如果你沒有要約見面就沒有了 我們想要promote的是 就是見面聊 那原因有幾個 一個是其實 網路上的identity 你放在 我們平台sendium上的那個人 其實不是你 那 我們只讓你聊五分鐘 就是說 你見本人 他的氣質可能跟照片差很 他可能是個不上升的人 但他可能是個氣質很好的人 那如果 你這五分鐘 其實我們是讓兩個人去約說 那你要過來嗎 還是我過去 是這個 是這個用意 不是讓你在上面去幹嘛 那 因為有見到本人 所以大家的 我們問了一些學生 就是他們其實是更希望 有offline的這個interaction 因為網路上太容易 別人就message我 然後兩秒就不見了 那剛剛那是一場夢 就是沒有任何意義 對 所以網路上的connection 好像很容易很快速很簡單 但其實更慢 因為那個沒有任何意義 你說附近的意思 到底是什麼 是tinder那種附近 還是 我們現在鎖的附近 非常附近 非常附近 大概是10幾 20公斤 對 20公斤 或者是同一棟大樓 對 對 那我們一開始 想要推的方式 是希望是跟大樓 或是酒吧 或是咖啡廳合作 就是像這樣子的小區 那你就忽然變Foursquare 這是marketing 對 理解 所以不是要一直關在那邊 對 這是marketing 就是我們一開始怎麼拿到那1000人 第一 第一 這樣 那還有一個就是 因為是見本人 所以 大家對 剛剛講就是 譬如說外表 或是 我在網路上 到底是不是有沒有修圖 還是什麼 這一塊可能就會 降低一些些 因為你 反正你 不管pose什麼 我們都是要見本人 這樣 那 會覺得 可以試試看 這樣是不是可以 讓大家的社交 好像 跳出 現在所有的 這些 很多濾鏡的 的 這個app 然後就想要 聽聽我們 你的想法 然後你們一直說 有一個 什麼xr 是什麼東西 對對對 就是 因為現在是app 但是其實 我們團隊是還有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個男生 然後他是有在研究AI 然後他現在其實 是在高雄 在開發一個VR的遊戲 那 我們其實 在理論上我代言解卡 就會出現在這邊 就是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理想 就是我們現在不確定怎麼走到那裡 可是我們的感覺是 其實現在手機大家是很膩的 然後 應該很快 大家會不想要再 被關在這個小螢幕上面 所以 所以現在變成流聽的嘛 然後 然後慢慢的就是 VR 我們可能也大家都玩過Oculus 就是他會慢慢往那邊走 然後我們 我們的願景 是這個團隊 可以一直去打破現有的社交的圈圈 因為現在 我們 因為我們大概30歲 可是比我們更年輕的人 他們可能是15歲 14歲 就在用Tender 然後就用Fate 這些東西當然是很膩 就是 完全膩 對 這一次很膩 你在Facebook上應該已經看不到這些人 對對對 我也是很 就沒有在Facebook上破東西 那 他們 因為我們做了FGD 就做了蠻深刻的訪談 大概30個 有台大的 也有國外學校的學生 然後他們都有說 對現在 他要交友 他其實沒有地方可以去 你只能去Tender 可是Tender上面 其實就是這個Purpose 就不對 不過Tender Lite有非常多 非常非常多 也有很多說 他本來不是太陽還是小朋友 等等 直到最後都會玩掉 對 然後因為Tender 它還有一個困擾是 其實大家會有一點 不好意思說在用Tender 像比如說我結婚了 他也結婚了 我們手機上次不能有Tender 就是 那你結婚了 那你沒有交朋友了嗎 譬如說我們現在要創業 我其實不太有別的方式 我可能LinkedIn 可是LinkedIn很慢 那攝影照 我很困擾 所以其實我自己是很需要 這樣子的 對呀結婚的時候應該不需要LinkedIn 可是LinkedIn就是很 可是LinkedIn就是很 就是很serious 而且很被動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其實有更好的方式 他可以隨著我的移動 比如說我現在移動到這裡 那我打開我可能就可以看到 大家 可能是很願意跟我聊天的 那我移動到100那邊 我有可能遇到在Google上班的人 我LinkedIn他 他可能不會毀我 可是可能因為我們剛好就在Starbucks 然後 然後 我因此 我們就是在那邊 你這樣 就是不用特別遠 對 然後這個Purpose又 又很中立 就是他我不是要對你幹嘛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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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 對 但是主要是 我們是覺得想要 想要做 想要讓社交不要這麼 呃 外 外貌協會的好 然後不要 因為他現在有點像是惡性循環 對 就是 對 就是因為AR的關係 所以濾鏡越來越厲害 然後 我剛剛其實在這邊也PO了一個 就是非常不像我 可是我覺得很美 可是你就會覺得說 一種創作 對 對啊 所以希望可以看可不可以 逆向操作 就是 當世界越 越往那邊去的時候 我們就是有一個 我要真實 對 超真實的 的方式 你們有用過 大概三四年前 LINE有推出一個 玩意Nearby嗎 有啊 就是個微信有用的 對啊 他直接超搖搖 對對對 那其實不是很Work 不Work 對 那你們跟他們有什麼不一樣 我覺得微信跟換一個搖搖 因為我 我在 我之前在中國也有待一個時間 然後我覺得他的 嗯 不好 是 他可以 我只要 我只要一打開 就是 很所有的人 他都可以 敲我 然後 因為因為這樣 所以 因為我是女生 所以會有很多賢雜人等 會一直來一直來 就是 就是讓你的認知負擔增加了 對 那你們要費時間了 對 而且跟Tinder是一樣的 就是女生打開Tinder 一模一樣的情況 那所以其實我們有 就是有一塊 很大塊一塊是這個AI的東西 對 那那個AI我們現在想像是 他是個人 他有一樣是你個人的 不會聽懂 就是 就是你會 我就是Filtr 你會Filtr掉所有 沒有興趣的人 對 就是只要這個路人 他的標籤是 直銷 他是賣東西的 或是他是 就是我 我說我不想要的 這個標籤 他會讓我知道 所以我看 我看到這個人 他的 可是我跟他會有一個 matching percentage 我知道 就是我跟他講 他講的服務是可以 讓沒有這頂需求的人 是 也可以 也可以 這樣我有聽懂 謝謝 非常清楚的pitch 看大家有沒有什麼 非常有質感 然後我們其實 因為大概9月10月11月就會上線 然後因為這個不管是我們 因為我們的這個後面AI的這個Diabase 其實是很希望可以跟心理學的就是學術界或是社會學的學術界的人合作 因為我們分析的可能就不只是我喜歡高付帥 你喜歡高付帥 就不是這種 而是再更深層的 更深層 對更深層 對更深層的 對 就是個性方面 比如說 我們現在弄得 我們現在一開始很basic 我們就是會先把很stereotype的東西 把它放到資料庫列 你說星座嗎 對我就知道 你就知道 是星座跟血型 所以我們需要一些專業人士的幫忙 就是 提醒也不錯 如果有人就要書寫 對 然後是那個16個人格的那個 那些都會書進去 可是這個是很顯成的 那是希望如果有更專業 就心理真 16有個什麼INFP 對對對 對 因為不只是dating 就是你這個人 我們希望你這個人 然後所以你的小AI 它就會是跟你是這樣子一樣的 所以 要把這個資料庫建立起來 我們現在就是在找說 有沒有什麼 就是建造合作的機會 可以讓社會學家 他們研究這些東西 我們就是可以 所以你目前的範疇應該是跟崭新石合 崭新石合 欸我有寫唐慶崗耶 我有寄望 了解了解 OK 好 對啊 沒有這確實啊 因為 對大部分人來講 就像你說 重點是它作為 前五分鐘 ice breaking 的效用 對 其實並不是說 我想要看你的那個 裸下摸襟測驗 對對對 套後一半 對 而是說就是有兩三個更 它可以開始就是 有共同滑屁 對對對 沒有意思 所以你們到這個程度是 High Fidelity 嗎 還是都已經寫完了 還在開放 還在開放 對 就是 就是9月15 希望Protite可以9月15 趕出來 對 然後先做一個Round testing 嗯 Basic Functionality 先做出來 嗯 對 對 對 我覺得 嗯 就是這個 我覺得 痛點你們identity 還非常好 但是這個App 能不能解決這個痛點 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因為你們有兩個預設 一個是你們boostrap夠快 這樣我旁邊才會有人 我旁邊要是沒有人 就什麼都不用玩 對 對 所以你一開始才說 那我挑特廳的商店 什麼特廳之類的 但問題就是說 如果你挑的那個商店 他本來就有他的 social events等等 對 那其實這對他們來講 其實就跟 就是打卡送飲料 是完全一樣的東西 對 那這個時候為什麼他要 jump through the hoop 就是讓他的 萊克要同時跑兩個地方 對 因為他已經有一個打卡送飲料了 為什麼他要就是 下輪這種東西 對 那這個我覺得這個 migration pathway 是要想的 當然我有看到你們有些idea 什麼的從tinder過來送好你 對 那一個嘻哈有沒有 對 試試看嗎 一定想不到別的 對 所以 ok 你也了解這不一定外卡 那這樣我就不用特別提醒 欸 你速讀耶 你很厲害耶 好快 心生細細 對 我覺得你們這個conversion pipeline 是相當的有在試試看的空間 就我不確定 就是現在有兩個就是打卡 跟tinder過來送好力 真的真的有那種boostrapping的努力了 但是這個是 反正你可以嘗試很多次 嗯 也不是就是寶可夢那家公司 也不是第一次就說寶可夢 他在是做一個比較窄的主題嗎 對 那所以他們後來才發現 大家都會喜歡寶可夢 對 像台電的便店 想怎麼都可以變他們的就是打卡店 那 那這些其實繞著便點鄉社交 以前從來沒有想過 嗯 嗯 完全是那個 對 對 變成像上面的彩繪是public art 嗯 那所以他們只要說是那是public artist 是誰喔 台電公司 那這樣他就可以變成一個狗 那這個完全超出 就是在台灣他們用這種方法 對 完全超出他們一開始那些mapper的想像 對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說你們當然現在想說 tinder的用咖啡廳 大樓等等 這是obvious choices 對 但是說不定也會有像便電像那種東西 對 出現 當然我只可不是真的便電像 OK 對 對 那然後第二個是 我覺得 雖然你說就是可以讓隱婚人是實用 但是就跟所有類似社交的app一樣 到最後還是就是會變成對於愛 對 那所以我覺得這個可能也要事先想一下 就是他比較說如果我對雷琳就是沒有興趣 對 那我在這個上面那個AI filter要好到就是就連就是這邊你們講的Hidden 真的 對 的那一部分他都可能要往Linking方向移動 就是說來的話就是要談生意 這個生意不成情也不會再 對 對 這個我覺得要很serious的做到 因為不然的話你就沒有辦法在你的平台裡面去讓這兩群人都被surf到 對 因為這兩群人就會一直被對方打擾 對 那這個時候就會回到你那個搖搖的狀態 對 對 就是說你被高達九成的 其實感興趣跟你完全不一樣的人打擾 那這個時候你就不加入 跟你不加入的話 其實別人也會覺得被這個來談生意的打擾 對 所以兩邊都覺得被打擾的結局就到最後就沒有人用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Safe Space 這個概念是很重要 對 其他你們都長得很完整 很棒 那 因為我是有到那個社會創新實驗中心的網站上 但是我不太確定是 這是一個大家都可以加入的組織嗎 對 怎麼加入 就你的公司或者團體 包含合作社或者協會基金會等等 你要講說你要解決怎麼樣的社會問題 那我們用的是聯合國17個人去發展目標 他不像說如果你覺得你在解決mental health問題 對 這說不定也是真的 對 那你要講說 為什麼這個你有越多人加入你就越解決mental health問題 對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要有這樣一個statement 而且公司說你每一年會有一個類似公益報告 這樣的東西 那就可以登錄在這個平台上面 然後會被發現 這樣子 我現在寫的是 因為我有看 有三個 你覺得是合理的嗎 因為我不確定這個公平正義和平 對啊 是不是 所以那有一點扯 黑醫師你不記得 category 然後我就想說 我就在投票系 你們的工作跟公平正義和平到底關聯是什麼 公平就是霸凌這個啊 解決霸凌問題 violence in all its forms 就是reduce violence 也是可以啊 也是可以啊 但是就是說 因為你每挑一個 那你每年就得給出交代 就是說 你做的這件事情 為什麼可以達到reduce violence everywhere 是不是真的 就是用你的app的人 是比較不會跑去被管到吉他局 什麼之類的 調查之類的 就是對 用過之後都變成了好人 那這是當然 你若能 你若能快一快 這是絕對很棒的事情 如果你沒有這個自信可以管理他 就不要這樣 是 OK 他是真的是跟就是不能要就是 因為他他這邊有有很多量化目標啊 他就是 他比方說reduce violence everywhere 就是你如果講16 這是他第一項嘛 那 那第二項是說 這個就是防止人口繁育 那 那 真的是很正義跟 對對對 對對對 這比較不是說文解字 你可能就真的要到各個blogos.org 好 或各個blogos.tw 有中文翻譯 去看他的西向 OK 那 但是當然 健全中文品質 Mental Health 良好工作以及經濟成長 就是可以介紹工作啊 就從LINKIN可以促進經濟成長 這兩個是一定沒有問題的啦 嗯 我想問一個問題 怎麼樣可以把社交 或是交友跟社群 融合在一起 嗯 因為我們 就是像剛剛提到 對聽的人 如果他慢慢變走向聽的話 就會 不像是我們初衷 所以我們原本是想說 如果讓他變得比較像社群 那你就要有social production 就要有共同創作的標的啊 就你這樣繞著 大家都能夠contribute 某些創作的東西 嗯 這樣 一般都是這樣嘛 就開放截圖 大家畫個地圖啊 維基拜科大家 跟一個拜科學說 之類 就你要有一個大過任何特定社群 member 的lifespan 的東西在那邊 哦 嗯 就是我們其實裡面有個功能 是希望我們的用者 可以完成他的AI 對呀 這個功能實際上 你覺得以你的經驗來看 大家對AI的接受度 嗯 或者是大家對 train the AI的一種想法 嗯 夠成熟的嗎 蠻成熟啊 OK QB就是多少年以前 就解決了很多問題 要把它包裝成心理測驗就好了 對啊 Pambridge Analytica 也是這樣做 所有人都是這樣做 現在只是說 你要證明給使用者說 我train完之後 這個AI真的是 in your best interest 它真的是來輔助你 對 不是趁你最虛弱的時候 push給你很多 外送這個賣外賣平台的廣告 就是意志力弱的時候 讓你吃很多東西 對 對 這樣就不是in your best interest 對 這樣好像比較很涼 因為 怎麼講 因為這樣子聽 我自己覺得好像 我也不確定我自己 在那個時候 嗯 對我來說 什麼是我的 best interest 嗯 這樣就沒有辦法去 qualify這件事情 是不是 不過像有一個APP 有一個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它叫做 就叫Self Care Self Care Hashtag Self Care Hashtag 好像是它的名字的一部分 它也不發音 好 那它是一個很簡單的一個AI 之外就用Unity 然後你也可以選擇 不要把資料傳上去 它的概念非常簡單 就是說 This room is ours 然後 Let's lie a council 然後它就指導住一隻手 然後什麼別的都沒有 而且它也沒有任何Social層面 跟你們剛好相反 那但是就是不管你在做哪件事情 好比像說 它會一直閃 對它會一直閃 它是一個類似 祭壇之類的東西 對 to put things that mean something to us tap out something to say itentionally put it away 然後所以就是它上面會有很多東西 然後 它的這個意義是 對就完全就是自己 自己選擇 就是說它是一個 簡單來講 它是一個佈置房間的小遊戲 對那包含甚至這個 什麼檢定上的喚醒衣物 那個也是一個小遊戲 事實上那就是三肖 就是 這個 這個在說話的這個人是誰 它就是你的AI system 哦 所以它等於就是你的房間在跟你說話了 哦 對然後那它就是 讓你就是中間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哦 然後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它就會慢慢 Gradually learn about your interests What you're about 之類的 那然後 就會開始 對 開始去 好比像說 這是乾淨的衣服 要把它燒掉 對 好 然後它中間就會開始有一些 就是不能唱耳機這種 就不能丟進行這些東西 哦 哦 之類的 好 對那所以就是每一個都是 其實是你已經看過的小遊戲 它就把一堆小遊戲結合起來 但是 這小遊戲的過程裡面 去引導你去告訴這個AI說 怎麼樣會JRL 它其實這整個目的就是讓你JRL the most effective 療癒的小遊戲 就是療癒的小遊戲 然後它會學習你的療癒方式 對啦 對那所以這個它就不是用大問卷 但事實上我們剛剛看到幾乎每一部 都是大問卷的資料搜集 一個形式 對都是一個形式 就是不管你是你的 剛剛講到這個東西對你的意義啊 或者是說你看到這個東西 聯想到什麼啊 把什麼字重新排列啊 什麼之類的 大概也都是在問說 你對什麼東西會有感嗎 什麼東西你無感 只是說它學習這個之後 它因為這是完全就是 Fly Mode的一個遊戲 所以它不需要往外傳 它就是等於學會怎麼樣 就是JRL UP 那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就回答你一個問題 就是一個人剛醒來 狀況最好的時候 它對它的一天有怎麼樣的想法 那你可以用那個東西來動作 它剩下來一天 意志力逐漸薄弱 的時候怎麼樣是對你好的 這個KDI 對那所以這個是基本的想法 所以它就是玩一玩 然後太陽就會升起來 然後你就Ready for the world 它就是讓你剛醒來的時候 有動力爬起來的一個遊戲 對那所以我覺得還蠻有意思的 剛剛那個人在睡覺 是因為現在要傍晚了嗎 沒有沒有不是不是它永遠都在這個狀態 那你說升起太陽是什麼時候 就是你沒玩一個小遊戲 你每多給它一些資料 那個窗外太陽就會升起來一點點 對然後等到都升起來了 就不要說你Ready for the world 喔 那它就不讓你玩 沒有啦 它就是一直在日常當中 就不好玩了 喔原來是這樣 是說我們自己醒的時候可以玩 然後玩到Ready for the world 對對對 那等於它也有一個 加持導演的一個作用 對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是所謂train AI 對我的想法是說 那這個AI真的personal to me 而且它不會中間突然push 任何東西進來 所以這個時候我才會覺得 那是我的一個safe space 所以我剛剛兩個建議 你們第二個那個safe space 也很重要就是說 如果它一旦覺得這個AI 它是服務廣告 商工服務員的誰 那忽然之間我就變商品了 那我如果變商品 我一定不會幫你train的 對 好棒耶 好 那我想問 因為我們想要叫 比如說心理學的人 或社會學的人合作 你有任何推薦的人選嗎 我覺得你可能還是要 more specific 就是到底要合作來做什麼 如果只是說beta test 就是沒有一個可以試玩的版本 然後請他玩一玩 然後給一些建議 我覺得這是很ok啊 而且就像剛才講的 其實有很多創作者社群 做indie gaming 做什麼的 其實本來就已經有這樣的circles 對那所以我會建議從那個開始 因為如果它是比較知名的心理師 它第一個反應已經是想說 那是不是我要幫你的science背書 對那個是很困難 對 因為你後面其實 嚴格來講這不是apply psychology 對 所以它也沒有辦法幫你背書 對 所以我覺得可能比較軟一點的 就是說 那就是如果你是心理 或社工相關的從業人員 那你就可以是DEP的什麼 early alpha tester 那你的意見 我們會很深重的拿入參考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真的不ready for the world 我們會改到 所以我覺得比較ready 我們才release 就把它當做early adapter 或early beta 或甚至early alpha 看你們的開發時程 我覺得那樣子是比較work 因為畢竟它有參與的話 它所就是在食物上面 像剛剛那些引導詞啊 那些顏色啊什麼 那是有非常多訣竅 那這樣它也比較有分享的動力 那如果你是都已經設計好了 已經9成9ready 那只是把它的名字放上去背書 大部分不理 對 對 合理欸 實講沒錯 實講沒錯 OK 哇上面有什麼其他問題而已 嗯 那我想問 那我以為你本人有在用任何社交軟體 嗯 我有啊 因為我工作上也需要用 我就用Twitter Twitter 對啊 只有Twitter嗎 嗯 FB我就是完全拿來當Blog用 就是直PO 對但是 大概就是 因為我的那個牆面被我直接拿掉 所以我其實也看不到Feed 對 所以我不會去全那個AI 你怎麼弄掉 有一個Plugin叫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你裝了之後牆面就消失了 OK 所以你不想看到別人 對 任何東西 就是只有我很主動去搜尋的時候 我才看得到東西 那所以你的資訊都是從Twitter 沒有 我也會去搜尋啊 就是說我只會看到我主動想要看的東西 好 我不會被動的看到就是 你那個 那本書裡面說這個不斷的Swipe 那個FOMO 對 跟我說沒有關係 對 所以就是好像說我牆面就會變這樣 然後就變成 你現在的想 就是這麼糊 就是True freedom is incosable 他買美麗的Swipe 對 他就會換成一個名言情趣 有點幽默欸 對 對 那這樣事實上我就不可能 就不會滑了 就因為沒有東西可以滑 所以你現在沒有在滑任何的App 完全沒有 很酷 對 不是啦 因為我主要個人的 這個是什麼 是這一支 這是Nokia嗎 對 所以沒有東西可以滑 有人看到這一支嗎 好酷喔 他根本就不是觸控螢幕 太酷了 對 那你本身的消息 你要去看報紙嗎 還是說 沒有 我也會看Twitter 然後大部分還是Search 就是對什麼有興趣的時候 就丟關鍵字去找 因為如果你沒有 得到一個關鍵字的話 你可能不會去找 不會啊 像我Office Hour 今天就給了我整份的關鍵字 滿滿的關鍵字 那所以 我就可以用很多的 Research 什麼Nokia 時事 當然我在行政院工作 所以每天 他們那個新聞傳播出 會發 目前trending的東西 就是兩份簡報給我 然後你再去 你那個可看 對對對 我感興趣就會去看 這個是4G LTE 今年才出的 新手機 這是新手機 對 新手機 對 專門復刻 新手機 它寫VOLTE 4G 它是4G 對 真正的新手機 那你可以 Sign in 我想看一下它 它是有 它是有 就是 它沒有APP 它有APP 也有APP store 它也有APP store 它唯一沒有的 就是TouchStream 我不懂Nokia 我不明白Nokia 我不知道大家 有WhatsApp 有WhatsApp 有Facebook 有Twitter 然後 如果要 玩遊戲的話 它有Snakes 我不知道 它小時候有沒有玩過 貪食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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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貪食蛇 所以還是有 我要受死 我不懂Nokia 對 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觸碰螢幕 就不會有Dick Doe 對 對 對 回去換一支 對 對 我覺得好特別喔 我開了眼鏡 你看大的 社交網站都有 一些相關的 Podcast也有 這個是Android的系統嗎 不是 PiOS 就是等於Firefox 以前的Firefox OS 所以是它自己的系統嗎 對 就是一個Open Source的系統 如果有用過Firefox的 就是那一套 太酷了 你有聽過TV嗎 哈哈哈 這好酷喔 所以它是它有自己的應用程式 像那些Apps 特別為這個 沒有 其實它是都Web-based 因為Firefox是Browser 所以它基本上就是用Browser 它就是Browser 對對對 所以現在很多PWA 就是像Twitter的網頁 它也可以離線的時候用 那這種就是可以直接變上面的App 像剛那些就等於是網頁版 對 就是這樣 所以如果沒有網頁版的 其實它上面就大概不會用 像Line因為沒有網頁版 所以上面就沒有Line 太酷了 但是你真正的 這是工作的 工作手機 對那我下班就用這台 好棒喔 所以你有看Netflix嗎 你有看Netflix嗎 沒有 你沒有看Netflix 你有看Netflix 你有任何是 任何的時間是接觸那種 不是自己主動想要看的東西嗎 所以像Office Hour都是大家在題目來討論 對 所以我也不是今天突然決定我要看自己 對 但是就至少它都是互動的 是 就是你們有講的時間 我也有講的時間 對那如果是完全passive的consumption 基本上沒有 對 你沒有對任何App上映 沒有 嗯 遊戲 沒有 Netflix我真的沒有辦法 Podcast呢 Podcast我有參加 很多人會interview我 對 如果有人interview我 我會把它剪了幾集聽一下 但我沒有特別在聽 嗯 嗯 太酷了 嗯 所以誘惑不到你任何東西 對啊 怎麼可能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 OK 對 目標 那如果 目標不一樣 對 因為我們這個幾集啊 對啊 其實是有點想要讓大家一直回來 我知道gaming fine 這我了解了 那你覺得你會有點想要養它嗎 把他一開始可能是0% 我玩過最那個的就是Pokemon GO 可是我也花了好像不到一個禮拜就不玩 所以 非常短 不是 他會在玩耶 我算很容易上 五年過後 他還在玩 可能因為我小時候玩過有個叫Nethype的遊戲 那個就是他那個possibility space太大了 所以後來我對這些就是比較線性的就覺得沒有影響 那你可以再說一下他的possibility space太大是說你沒有辦法控制嗎 對 Nethype他是 對沒有辦法控制每一次都是亂數產生 後來還有一個叫什麼Dwarf Fortress 是的 都是這種就是開放式系統 然後 每一次大概都經驗都不一樣 而且也沒有存檔 所以就是不小心就死掉重玩的那種遊戲 對 那所以因為小時候就專門玩那種 那 後來有人把這個遊戲的一小部分經典版做成Diablo 那Diablo當然也有很多人玩 對 那所以等於他的possibility space太大 所以我對這種Linear的就很無感 對 因為我在Nethype或什麼 你同時要在記六七十個進度條 對 那所以一個進度條就覺得說 有一點少 對對對 進度條的意思 比進 OK 所以其實玩過遊戲的人會覺得是有點太單調嗎 對 因為現在Gamify大概就是靠Progress Bar 已經 就是它是可想像中最簡單的 對 對 那像Lineken也是用進度條 就是誘惑你把資料填得很詳細 對啊 實際上沒有人擬她的 對 我看一下她的profile都停在六十幾個 如果進度條有用 早就 早就有用了 那我再問一個 如果我把這個改成 對 它是 有點像是 以前的電子機有沒有 你可以養它 我知道我做得這樣 如果這樣會比較好嗎 你會用養東西的感覺嗎 我覺得還是 我覺得它的社交性還是要有 對 就是說你的AI sidekick 如果它本身會變成一個social object 不知道什麼青蛙旅行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那個當然是有道理 就像每個人會曬自己的寶可夢 是一樣的道理 對 但如果這個是純粹personal to you 對 那我覺得養它是不太穩 因為可以養的東西太多了 在別的地方 類似說 在peerly virtual的狀態 可以養的時代太多了 所以如果是 譬如說我自己的這個東西 它是一隻貓 然後你的是一隻狗 然後我們就養它 所以他們可能 我的一定是80%有intelligence 然後你的狗是很像你 然後我的貓跟狗他們可以去社交 這樣對你來說 養這個你就會覺得有動力嗎 當然就是說他們社交結果是什麼 就是如果他們社交 他們社交了 然後他們覺得彼此聊得來 就會一直encourage我們 我們真實見面 就回來說服你 對 因為我的貓是很像我 好像黑鏡有一集就是講這個 是嗎 對 真的嗎 有一集黑鏡講這個 它就是simulated dating 對 但是它 你覺得這對人說怎麼樣 我覺得黑鏡那一集還拍得蠻好 好煩耶 我想一想 我覺得 我覺得 當然這裡面就是蠻吊詭的 就是說你一開始說不要一直上filter 還是一直上妝 對 但是你的就是side kick 到最後如果你一直打扮他 一直課金 到最後就會變成跟你剛剛一開始講的狀況 一樣的狀況 可是為的 那個為的都是 它可以幫我省時間 我理解 所以 而且 而且那個最終目的都是我們要正式見面 而且 真實見面的這個人 對 是 已經filter過 對 這個我完全同意 也完全理解 對 就是說它會有省到時間 這個沒有問題 對 現在的問題是說你要他keep coming back 但後面上說我在email上面去擋垃圾 對 那我也花了一點時間訓練他 但我已經大概半年不需要挑設定了 因為蠻吊詭的都已經擋掉了 對 那所以就是說你的keep coming back 到底是為了什麼 這個要先想 如果是為了vanity 就是說你把你的旅行的情況打扮得漂漂亮亮 那這個又回到你一開始那個vanity的問題 對 那在理想的情況是說 就跟我的email filter一樣 我train完它之後 我就不用再去想它 很自動的就是 它就會幫我就是綠掉 所以我不想看它垃圾片子有間這樣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個training 它得有一個終點嗎 就是有一個最 現在目前它就是最optimized 就是這樣 你可以不要理它了 它已經可以出去 我的意思只是說 你可以build它 as 一個social object 你可以build它 as 一個span filter 但是你不能同時build這兩個 因為這兩個本質上是衝突的東西 明白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以AI來講 它有點像是在觀察我們的習慣 對啊 可是我們語言的習慣也會變 或者是我們會對新的東西有興趣 是啊 那這個是AI能做得到的嗎 你就按照新的reset它 所以它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train它說 我看到一個新的東西 我覺得你是會喜歡這個新的東西 當然可以啊 Netflix就是靠這個 對 或Amazon就是靠這個 那它的概念很簡單嘛 就是說別的跟你興趣相像的人 他隨著時間過去有這個progression 嗯 所以它就推著你也會是一個progression 對啊 那這個是很容易 它事實上就是分成非常多的micro cluster 那這個演算法上是非常容易 現在的問題只是說 你如果就是跟別人去解鎖同一個技能組數 那這個都是到底哪些部分是 你可以說是你original 哪些只是說好像小學一年級上完要上二年級 那這個AI如果可以講出一個accountability 就是給出一個交代 那這樣的話我就可以做一個inform choice 那如果它給不出一個交代 只是說90%到你這個狀態的人 都已經去學什麼烏克莉莉了 那這個就不是一個很好的交代 因為它講不出學烏克莉莉的那種幫助 它只是說大家到這個階段都跑去學烏克莉莉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開始懷疑說 是不是烏克莉莉廣告上在這邊 就是扮演什麼角色 對 Nothing against烏克莉莉 但是就是說因為它給出交代的方法 如果不足以說服你說是 in your best interest 那這樣子我覺得 我跟AI就會有距離 它就不再是我的side kick 它就感覺是什麼無間道什麼之類的 背叛你 對 它也想要當個好人 我們有想過當用戶如果要刪除Vyapp的時候 我們就會說那我們要幫你的AirPan葬禮 對啊 就是這樣 你要先去那個時候 我們了解 我們會再葬禮喔 謝謝 這麼煩 酷喔 好耶 對 所以剛才說的就是說 如果今天用個新的 完全沒有過任何patent的東西出來的話 它還是會以更小的cluster去看 去決定做這個是不是 對對對 那我感覺 對 但這個它的先進主持指數又很低嘛 那所以我們剛剛在講兩個 一個value alignment 就是以它最下interest 一個accountability 它怎麼說明它是 your best interest 那後面那個可能更重要 尤其在心情指數低的時候 心情指數低的時候 心情指數低的時候 它如果像我們剛剛在玩的這個room 它一開始是完全不知道我的事情 那它的做法就是 它不說服我任何事情 它就是 讓我按照我的心去 去explore 那這個時候它是比較humble 就比較快 那但是如果它心情指數明明低 但是還要試著說服你一點什麼 那很容易就會進入一個 類似Ikani Valley的這個情況 就是說 就是它看起來人無人用 但是講的不是人話 對 那這個時候說不定 就是be quiet 可能更好 OK 對 因為它心情指數 本來就不高 了解 OK 那種機率很低嘛 就是以沒有pageant 這種情況 我覺得spam filter的話 那當然 因為大家已經累積非常多spammer behavior 那所以當然它其實沒有 真的心情指數低的那個狀態 對 那但是如果你是把它model 成一個social object的話 那當然就有啊 因為你現在是養電子機 那你到底要養到什麼程度去 其實我沒有足夠的bits 對 那像他們玩那個什麼crypto kitty 什麼 就是說你在你看到那個uniqueness以前 你也不知道你喜歡那個 對 那這個時候你要predict幾乎不可能 所以我剛才說 就是如果就是你這邊是要把你的sidekick 打扮得漂漂亮亮的crypto kitty 那種 那也許就不應該說它是spam filter 它根本就是讓你浪費時間的 不是讓你省時間的 那如果你真的是想要讓它幫你省時間 那它就真的不要浪費你的時間 這兩個很難同時做 對 對 那那我再問一個insight 就是 嗯 我們一開始其實會想要做這個AI sidekick 是因為覺得其實大家都 人多不是很了解自己 嗯 就是說 可能我 以為我想要找這樣子的mentor 嗯 但其實 這樣子mentor不是我 或是我以為我想要跟這樣男生約會 可是我的criteria set 根本不是我 所以 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要一個曲名舞蹈 對 對啊 說不定我 對 可能我覺得大家就很不知道這些事情 所以我們 那時候才討論說 就是 就不要讓大家自己去找 這些人 直接給一些challenge 對 就是我 你就train一個 一個 一個這個所謂的AI 因為它沒有輕量 是 那它做的decision會比你好 然後 那當然在這個AI train好之前 我還是讓你可以把map打開 還沒train好 那你自己要 還是可以 那我可以用上一個 用你去connect別人的資料來訓練 這也是另一個方式 那我想要問的是 委員你覺得 大家不了解自己這件事情 是你有認同嗎 還是 就只是 我是覺得那是一個很好的梗 一個很好的梗 對 就是說為什麼有人會去找這個占卜 對 不是那個設計師 就是 還是 那當然是 就是心裡有所疑惑 那所以 所謂不了解自己 它並不是不了解心裡 同時有正反兩面的聲音 而是說 它在這兩個價值上面 難以做出最後的decision 對 那大部分人是在這個狀態 對 但你說這個 它求生患苦的時候 心裡是不是連那個問題意識都能 大概不是 但應該是有問題意識 所以說它可能有兩個或三個 有更多好像衝突的立場 或衝突的就是路徑吧 在作用 那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這個拖著 這個不做決定是最不好的 對 那但是你要for the decision怎麼辦 那就亂數傳生器 對 那所以 就是你的AI 從這個角度來看 只要是有能夠 即時的產生亂數 就已經對人沒有不去 就是要求非常之敵 要求非常之敵 對 對 我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這個很棒 對 你可以抽個籤詩什麼的 對 對 那個真的很有幫助 因為它是讓大家 就是收斂 那收斂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focus 在我們Design Thinking 第二個Diamond 那就是有這個價值 我怎麼照顧這個價值 怎麼deliver 這個價值 那你就可以在前面 不會一直discover那個結論 一直發三套 就永遠收不回來 這個情況 所以我會覺得說 倒不一定變成是說 我要訓練到一個 AI他百分之百的了解 我都可以代替我做決定 因為後面那個Diamond 實際上是 人類Enjoy的 那只要人類很Enjoy 就不會想要AI幫忙做 對 所以他說假設我很喜歡 不知道爬山 騎自行車運動 那我不會叫一個機器人幫我去拍百月 爬完了回來 把照片帶給我 就算他真的可以拿來電 我也不會給你機器人做這件事 因為重點不是登鼎去拍照片 你拍照片我找到日錄就可以了 重點是那個過程 所以如果你想說後面創作的過程 那應該要做應該是reduce他前面的選題目 或者是reduce前面的這種不確定性 我今天可以創作四個不同的東西 我到底要創作什麼 他可以幫我拔回 那所以就是說 我覺得Enjoy越好 就是越往前面 說我只是在幫助你 在選擇困難的時候 這個給你一些想法 給你一些可能性 那但是這個就可能到 熟練到有一個價值就可以停了 因為後面的那個passway 就像是 就是你說這兩個人也許彼此 都沒有被彼此的表態擋掉 那他們願意面對面一起聊聊天 到底要做什麼 其實AI是不可能credit 對 因為那個完全看當時的環境和狀態 對 所以我覺得就是 AI越前面越humble 我覺得越好 好耶 好耶 不然就會變成兩邊都派一個媒人 然後這兩個媒人去結婚 對 後面那個 我後面有問題 那我再問這問題 下下沒問題 就是 那你覺得在台灣 是適合做這個事情嗎 因為我們的 很適合啊 因為沒有疫情 對啦 對啦 你要大家面對面 然後戴著口罩 好 前面剩一分情 到底 對 因為我們現在的夢想 是 因為現在 就是前兩年在台灣 可能到2023年 這時候 我們覺得 疫苗就已經普及了 對 可能已經結束了吧 然後 我們現在是 有再遲一點 就是在 到美國 對 因為我就覺得那邊的文化 可能推進會更容易 因為 因為亞洲人還是比較害羞 就是 面對面 有時候講話也是 不知道聊什麼 對啊 你覺得 還是你覺得其實 其實台灣還是 好 跟女人 因為我覺得 台灣的男生 確實是比較害羞 不然 女生也是 女生更害羞 其實你給他們一個 Icebreaking 的題目 我覺得 就聊得起來 我覺得是很 我覺得這location based 好處啊 因為你會出現在那邊 不管是大樓也好 咖啡廳也好 什麼也好 必然有一個理由 他出現在那邊 必然有一個理由 至少只是聊這個理由 對 就已經是一個 很好的Icebreaking 那 但是 我也覺得說 就是我們剛剛 講的回到那個 搖搖啊 或者Nline EFI 這個理由 我覺得還是要 就是 有co-creation的 那個角度在裡面 那像你對那個地方 留一句評語 就是 YOP 或者Fore Square的做法 那個可能一開始很有趣 但後來就會覺得 好像我在幫他打工 其實他還沒有付我錢 對 對 對 那但是 如果是像 剛剛我們 有分送的一些idea 不管是說 這個我的AI Psychic 你AI Psychic 這個出的怎麼樣 或者是說 我現在在做一個challenge 做什麼challenge呢 等等 那這些我覺得都是 不錯的Icebreaker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我覺得它反而解決害羞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是一件好事 那其他部分就要看疫苗了 對 而且說不定 說不定33點了 對不對 沒有人急 2.0飛他們 我轉這遊戲 又來了 謝謝 謝謝 好耶 我後面有什麼問題了 很有效率喔 好 好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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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棒 嗯 Logo真的很棒 謝謝 對 很有記憶點